丈夫酒驾撞人 骗我替他坐牢 等我从监狱出来 丈夫已经在婚 新妻子是我闺蜜 我五岁的女儿被铁链拴在阳台 如狗一样活着 怕我报复 他们开车撞死我 再睁眼 我重生了 丈夫跪在我面前 苦苦哀求我替他顶罪 我一脚将他踹翻 去你妈的死罪犯 坐牢去吧 正文开始 欣然 你快去吧 我猛的回神 入目的场景如此熟悉 我这是 重生了 丈夫张伟跪在我的面前 紧紧拽着我的手满脸交集 赶紧跟我换衣服 待会警察到 就来不及了 上一世 张伟酒驾撞人逃逸 逼我替他顶罪 他各种破我 最后我脑子糊涂 换上他车祸时候穿的衣服 去警局投案自首 原本以为替他坐牢 是在为这个家付出 为了我们的孩子好 可我没想到 张伟就是个出生 在我坐牢期间 社局跟我离婚娶了我闺蜜 趁我坐牢 虐待我女儿 五岁的孩子 被铁链拴着脖子 养在阳台上 如狗一般活着 那可是我用命换来的宝贝 张伟啊 张伟 你怎么敢这么狠 盯着眼前的男人 我恨不得冲上前 撕碎了他 见我不动 张伟有些急 伸手来拽我衣服 我一脚将他踹翻 去你妈的死罪犯 坐牢去吧 张伟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手脚并用的朝着我爬来 老婆 你得想想孩子 你有能力赚钱养活孩子 养活这家吗 是我没能力赚钱吗 等我辞职了 他又嫌弃我 只会在家花钱 现在犯了错 还想我顶罪 这种人渣 活该坐牢 张伟还在对我各种洗脑 眼见他越来越着急 我担心他狗急跳墙 这个男人比我想象中的可怕多了 决定先将人安抚好 老公 我去洗把脸冷静下 马上就来跟你换衣服 张伟紧紧盯着我 生怕我跑了 见我进洗手间 还不忘叮嘱我 你快点 好 我说完立刻转身 叫门反锁 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不过十分钟的时间 门外便响起敲门声 张伟急了 疯狂锤打着厕所的门 欣然 你快点出来 我立刻从洗手间里出来 张伟凶神恶煞地看着我 不等他说话 我先开口打断他 外面敲门的是谁 是警察吗 老公 你赶紧脱衣服 躲到衣柜里去 警察我来应付 张伟脸上的神情缓和了一下 激动地拽着我的手 老婆靠你了 盯着他的背影 我默默地冷笑了一下 转身开了门 你们找谁 门外站着三名警察 严肃地盯着我 张伟在家吗 我紧张地低下头 眼神不自觉地 撇向地上的衣服 不在 他不在家 警察直接推开了我 走进屋内 很快 警察便在衣柜里 找到浑身赤裸的张伟 他们将张伟靠上 我泪眼模糊地扑上去 不行 你们不能带走我老公 警察怎么可能听我的 强行将张伟带走 两岁的女儿听见动静 从屋内蹒跚走出来 望着他可爱的小脸 我紧紧将他搂在怀里 没事 妈妈高兴 重回事 这些人欠我的债 该好好算一算 天没亮 大门就被敲得蓬蓬坐下 我安抚好女儿 起身开门 公婆气势汹汹地上前质问我 阿伟都被警察抓了 你还有心思睡觉 这俩老不死的 还有脸来 上一世 张伟单方面跟我离婚 我爸得知消息 赶来婆家讨不说法 这俩老不死的 反咬一口 说我不守复道 还坐牢玷污了婆家的名声 将我爸气得心脏病犯了 我爸回家后 一直欲结在胸 没多久便病发去世 他死的时候 张伟他没通知我 让我连最后一面 都没机会见到 我恨死这俩老东西 爸妈 张伟出事 我这天都他了 我能不着急 昨晚我原本 要去替张伟顶罪的 可警察那边证据确凿 我也没办法呀 婆婆冷眼打亮着我 阿伟让你通知我 你怎么不做 难怪这俩老东西来得这么快 原来是张伟急了 自己通知了他们 现在送上门来正好 你们年纪大 我怕吓到你们 婆婆还想开口 被我直接打断 你先别急 我闺蜜于倩家 有亲戚在所里上班 我给打个电话问问 听到提起于倩 婆婆眼前瞬间一亮 那你赶紧联系倩倩倩 她叫得可真亲热 看来死老太婆 早就知道她儿子 跟着绿茶友勾打 我立刻联系于倩 让她来家里一趟 人到齐了 我才好一网打尽 这些人渣 我一个都不想放过 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于倩便赶到家里 张伟怎么样了 怎么会出这种事 呵呵 我的老公 他倒比我积极 我强压下怒气 对着几人说道 你们来之前 我联系过受害者家属了 想要他们出谅解 书给赔八十万 八十万 他们怎么不去抢 婆婆激动的跳起来 上一世 我之所以会坐牢那么久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受害者家属不愿意和解 我一直以为 对方一心只想让我坐牢 才不愿出谅解书 后来我才知道 是张伟不赔钱 他希望我多做几年牢来抵债 既然老天给我重生的机会 那我自然得把张伟应得的这些还给他 妈 现在就张伟要紧 若是对方家属愿意谅解 倩倩亲戚那边再走走关系 这事情说不定就过去了 婆婆没好气的瞪了我一眼 那你还不赶紧拿钱去 我直接摊手 没钱 没等婆婆急眼 我先找于倩求助 倩倩 我们家的钱全部张伟管着 我口袋一毛都没有 你先借我 等张伟出来再还你 于倩有些不情愿 禁不住我的各种劝说 他还有一个秘密 张伟昨晚出车祸的时候 他也在车上 上一世 我也是到死的时候才知道这是 这也是为什么 我第一时间把他喊来 他现在最怕张伟出事 把他供出来 到时候跟张伟的事情就会曝光 他现在可是在单位里上班 我若是因此闹起来 他前程就没了 于倩犹豫的说道 我只能帮忙二十万 我满脸感激的望着他 倩倩 张伟一定不会忘记你这份情谊的 若张伟真有命出来 我就好心撮合他们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他们这么登队 不在一起可惜了 搞定小贱人后 我又将目光落在公婆的身上 婆婆直白地看向我 阿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爸那边得帮忙吧 他不是有退休金 这时候该拿出来了 老不死的 还把主意打到我爸身上 妈 我爸那边我早联系过了 他的退休金全买理财 体现要一周的时间 他答应我了 等到账后就立刻转过来 一周时间 张伟早就凉了 公婆急眼了 让我把于倩借来的二十万上交 他们自己想办法 防着我吗 我立刻将钱交上去 积极地提供受害者所在医院位置 爸妈 你们赶紧去 无论是下跪求饶 还是被对方打骂 都一定要求他们收下这钱 把谅解书拿回来知道吗 听见这话 婆婆的脸上闪过畏惧 我又补充了一句 受害者家主那边 你们一定得安抚好 后续工作也不能断了 当牛做马 也要求他们原谅 于倩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 随后对着我劝说道 欣然 阿姨他们年纪这么大了 这种事不适合他们出面 还是你去吧 可是 我犹豫地看了婆婆一眼 下一秒 老东西直接将卡塞到我手里 你去 我暗喜 脸上还得装作不情愿 我逆来顺受久了 婆婆根本不会怀疑 我有这么大的胆子 婆婆又是一通则骂 怎么还不去 是不是不想去张伟 我马上去 说完 我进屋抱着女儿准备出门 见我带着女儿 婆婆脸上闪过狐疑 你去找受害者家属 带着丫头干嘛 我故作无奈地说 妈 非非这么小 对方看我们孩子可怜 说不定能少要几万呢 听见我的说法 婆婆颇为赞同地点点头 你还算有点脑子 赶紧去 我快速抱着女儿离开 片刻都不敢停留 女儿是我的软肋 只有将她和父亲安顿好 我才能放开手脚 对付这群人渣 从家里出来后 我第一时间将银行卡的钱转移 望着手机里的余额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八十万 就当是给我的青春补偿费 想让张伟出来 做梦 好戏还在后头 接下来陪他们慢慢玩 我消失了一个上午 我给她一个地址 让她独自来找我 千万别通知公婆 门外响起敲门声 我起身拉开一条门缝 于倩就站在外面 我打量了一番 确定只有她一个人 我才放她进来 刚进门 于倩就不满地抱怨 欣然 你到底在搞什么 电话不接 消息不回 你是准备人间消失吗 我双手抱在胸前凝视着她 或许是察觉自己语气太差 于倩突然改了口 欣然 我这也是太担心你了 才会这么激动 张伟出轨了 我冷不丁的一句话 把于倩给吓到了 她诧异地望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无意间看到 她手机里的转账记录 还有她情人节定的情侣酒店 我很肯定她出轨了 可我还没查到小三是谁 听到我后面的话 于倩明显松了口气 她问我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冷着脸说 张伟不仁我不义 就让她好好坐牢 至于那个小三 我一定要找到她 于倩吓得脸色煞白 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 我猛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她吓得整个人都弹起来 倩倩 你想什么呢 表情这么奇怪 于倩心虚 不敢跟我对视 没什么 我只是诧异 张伟居然也会出轨 呵 两人缠绵的时候 她怎么不诧异 倩倩 帮我一个忙 我要跟张伟离婚 于倩猛地抬头看向我 离婚 张伟现在不是在看守所里 你们怎么离 只要我拿到张伟出轨的证据 我就能起诉离婚 提到证据 差点没把于倩给吓死 她问我什么证据 我告诉她 张伟曾经带着那女人 去新家过夜过 新家的监控 应该可以拍下这些画面 那房子 只有张伟和公婆有钥匙 为了拿到证据 我决定带着开索师傅 强行开门 让她帮我去公婆家 拖住公婆 于倩满口答应 她问我什么时候 把20万还给她 她这些年 跟张伟暗度陈仓的钱 都不止这些 还好意思跟我要 不过 我眼下还不能跟她翻脸 我说 等我跟张伟分割完财产 我就还你 于倩很无奈 可她心虚 不敢再跟我要 深夜 于倩给我打来电话 询问为什么 没有去新家拿证据 让我去自投罗网吗 我反问她 你怎么知道 我没去新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知道我主动给她找了借口 倩倩 你一定是关心我 偷偷跟在我后面去了新家 发现我掉头走没进去 对不对 于倩连忙说是 改口问我 为什么会掉头就走 我说我看见家里灯开着 猜到里面有人 倩倩 你说到底是巧合 还是有人性命呢 于倩不敢回答 转移了话题 她问我在哪 我没告诉她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将电话挂断 睡了不知道几个小时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起身开了门 公婆面色铁青的站在门外 婆婆眼神死死盯着我 贱人 你居然敢带钱跑路 话音落下 婆婆从身后拿出一根棍子 朝着我砸来 我动作迅速 转身躲开 婆婆失重 整个人摔了下去 好不容易爬起来 婆婆又朝着我扑过来 吴欣然 你这个毒妇 你不就我儿子 还带着钱跑路 我走到一旁沙发上坐下 静静地听着她众骂 公婆能找到这里 少不了我那好闺蜜的助力吧 公公相较于婆婆冷静许多 她拉着婆婆阴阳怪气道 没见她聋了吗 省省口水 她骗我们钱 直接报警抓她 等阿伟出来后 饶不了她 婆婆十分赞同地附和 对 报警抓她 让她坐牢 看她那老不死的爹和小贱丫头 没了这件妈还怎么生活 这老东西 她不喜欢我就算了 她亲孙女也如此仇恨 难怪在我坐牢之后 她会放任于倩这个贱人 虐待我女儿 心中的怒火无处发泄 我抬手一个巴掌扇 打在婆婆的脸上 婆婆直接被我打倒在地 她惊恶地瞪着我 你居然敢打我 我冲上去 堵了一脚 我不止打你 我还踹你 老不死的 再骂我女儿一句试试 要不是打死人要坐牢 我今天非把这俩老东西给宰了不可 公公气得直跺脚 掏出手机说要报警 我气得怒吼 你赶紧报警 让警察好好查查那些钱的来历 听见我的话 公公停下动作 惊讶地望着我 我冷冷一笑 怎么 不敢打了 报警呀 说我骗你们钱 让警察查一查 这钱到底怎么来的 还有你们户头里剩下的那些钱 都好好查一查 公公慌了 拽着手机的手 不自觉地颤抖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冷冷地说 我好歹跟张伟睡在一个被窝里 他做的那些肮脏 是我多少知道一些 张伟在公司做的那些事 具体什么情况 我还真不知道 上一世 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张伟他们已经发达了 短短几年时间 住别墅 开好车 坐拥千万资产 我为了报复丈夫 不断打听 终于让我知道 他偷偷转移公司资产的事情 没等我把事情查清楚 就被张伟和于倩联手给害死 昨晚 我故意让于倩哄公婆去新家 自己则跑去公婆家里找证据 张伟对我什么都不说 可他对他爸没有半点设防 他干那些坏事的资料和证据 全藏在公婆家里 这两父子心黑得很难 什么证据 脸都下白了 他给婆婆使了个眼色 老太婆对我的态度 立刻有了改善 欣然 你嫁到张家这么久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女儿看待 现在张伟出事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们的夫妻情分呢 他好歹也是瑶瑶的爸爸对吧 我不屑地冷哼 情分 他在外面勾三搭四 找情人的时候 有在意我的感受吗 我故意把仇恨 往情感吃醋上瘾 婆婆的神情安定了几分 讨好的劝着我 让我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饶过张伟这一次 她好意思提女儿 刚才谁一口一个小贱人骂着 真是不要脸的老东西 你们没事就先走吧 让我静静 公婆生怕我报警 不敢再提钱的事情 随后找一个借口离开 看着他们火急火燎的背影 我才八成时去毁灭证据了 那就看看谁的速度更快些 欣然 有消息了 赶紧来 接到好友赵燕电话 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重活一世 才知道身边谁是人 谁是鬼 我跟赵燕 还有于倩 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 只是我跟赵燕的关系 不如跟于倩的好 于倩说赵燕这人太傲气 不要跟她走太近 后来我才明白 是于倩嫉嫉妒赵燕 觉得她家境更好 赵燕出现 于倩就会对比下去 这才是她不愿意 跟赵燕来往的原因 上一世 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唯一帮助过我的人 就是赵燕 身无分文的我 若不是靠她接迹 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欣然 这 我转头看到了赵燕 她将手机递给我 让我看她拍的视频 言语里满是愤怒 没想到于倩这么下作 跟你认识十几年 她也好意思 视频里 我婆婆陪着于倩 两人手玩手 去了医院妇产科 上一世 我出来的时候 于倩和张伟的孩子 已经三岁了 也就是说 我才进监狱 她就已经怀上 我进监狱没多久 张伟便迫不及待的 来找我离婚 她说 为了女儿读 书好 不想让女儿上学的时候 母亲那一栏 写的是在监狱服刑 想到可怜的女儿 我便答应了下来 可事实的真相 是于倩怀上了 还是个男孩 张伟这才急着跟我离婚 娶她进门 以于倩的脾气 若是她发现怀孕 一定会找张伟 现在张伟被抓 她的目标 就会换成我婆婆 那天我安顿好女儿后 便第一时间找到赵燕 她跟于倩还是住对门 我让她盯着于倩 燕子 这回真谢谢你了 赵燕安慰地拍了拍我肩膀 跟我不用客气 于倩太过分 我最看不惯 就是背后捅刀子的人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想要离婚成功 就必须拿到她出轨的证据 于倩肚子里的孩子 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有了这个孩子 再加上行车记录上的视频 我的证据够了 我打算离婚 赵燕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种渣男 不离留着过年吗 于倩那边 你可别轻易放过他 这种人太坏了 把你当傻子耍 这个贱人 我自然不会放过 想到他对我女儿 做的那些事 我就恨不得将他包皮拆骨 我爸出事了 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若不是好心的路人帮忙 我连怎么打车去医院都不知道 燕子 我爸没事吧 医院里 我紧紧拽着赵燕的手 无措地望着手术室 赵燕不敢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不断地安慰我 同时跟我道歉 欣然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被人跟踪 这是不怪赵燕 张伟知道我老家的地址 他清楚父亲和女儿 是我的软肋 老家并不安全 所以我托赵燕 帮我找离出地方 将他们暂时安置起来 我四下转了一圈 没看到女儿 心不由地提到了嗓子眼 瑶瑶呢 瑶瑶被他奶奶抢走了 我急着送叔叔来医院 没顾上瑶瑶 我心乱如麻 想去抢回女儿 可又放心不下手术室里的父亲 一定是于倩 只有他才能关注到赵燕 从而找到我爸的下落 我内心的怒火 瞬间达到高潮 不把这件人撕了 我就不配做人子 为人母 手术结束 我爸送来得及时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得知这个消息 我暗暗松了口气 拜托赵燕帮我照顾父亲后 我直接赶去了公婆家 绝对不能让女儿 落在这群人渣手里 公婆开门看见是我 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你来做什么 我推开她 打算进门 却被死死抵在门外 贱人 我们张家可容不下你 给我滚出去 刘贵芳 把女儿还给我 不然 别怪我跟你与死网拓 面对我的威胁 婆婆毫不在意 瑶瑶是我张家的孙女 跟你这个贱人只会学坏 时间有限 我不想跟这死老太婆 废话太久 老不死的 我最后问你一遍 要不要把女儿还给我 婆婆还没回应 身后传来于茜的声音 欣然 你闹什么 怎么能跟阿姨这么说话呢 我回身 直接一个巴掌扇 打在于茜的脸上 跟她半点客气都没有 她捂着脸 眼神惊讶地望着我 吴欣然 你疯了吗 连我都打 打的就是你这贱人 你做了什么 你心里没数吗 她心虚地不敢跟我对视 还嘴硬地在狡辩 你说什么 我根本就不知道 开手机好好看看 你干的那些丑事 所有人都知道 于茜狐疑地打亮了我一眼 随后慌乱地打开了手机 她震惊地瞪大双眼 拿着手机的手在颤抖 怎么会 这 你疯了 我将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视频 发到了于茜单位的工作群 视频里 两人在车上要多疯狂 就有多疯狂 视频里还夹杂着于茜交喘的声音 你这么卖力地爱我 不怕回去跟你老婆交不了差 张伟说 别提那黄脸婆 扫兴 就她那松弛烂肉 哪能跟你这妖精比 啊 原来我多年的辛苦付出 在张伟眼里 不过就是上不了台面的黄脸婆 我之所以没有在张伟进去的第一时间爆发 而是跟他们须移尾移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拿到所有对我有利的证据 没错 我就是疯了 被你们逼疯的 我爸和瑶瑶都是我的底线 你们敢碰他们 那就一起死吧 看我逼近 于茜紧张地后退 惊恐地望着我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一把拽起她的领子质问道 我们认识十几年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于茜 你是人吗 于茜突然笑了 她甚至有些得意的看着我 谁让你天天在我面前炫耀 说你老公多爱你 有多照顾家 哼 我不过动动手指 她不就上钩了 我炫耀了吗 我把她当成好姐妹 希望她能找到幸福 劝说她早点结婚 可在她眼里 居然成了我的炫耀 就为了这个 你就可以不要脸的勾搭别人老公 你可真贱 于茜气急败坏地跺脚 我劝你赶紧把视频撤回来 然后说是你故意构陷我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我笑了 人要脸书要皮 于茜脸皮到底多厚 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那你说说 你要怎样让我后悔 于茜阴狠地看着我 我可以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女儿 我慌了 原本镇定的情绪被打乱 我着急地看着于茜 惊恐的声音里带着颤抖 我女儿在你手里吗 你对她做了什么 你用我女儿来威胁我 不觉得太卑鄙了吗 于茜很得意地点头 没错 你女儿就在我手上 不管怎么说 瑶瑶都是张家的孙女吧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她 婆婆冷笑着说道 丫头骗子就是赔钱货 茜茜肚子里怀的 可是我们老张家的金孙 你赶紧按照茜茜的要求做 否则别怪我们对那小间丫头不客气 打断手脚都是轻的 惹了我们不高兴 直接弄死 死老东西 她心可真狠啊 于茜迫不及待地催促我 现在的她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每延迟一秒 就意味着多一个人 看到她丑陋的真面目 吴欣然 我劝你快点 否则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 我盯着她笑出声来 她困惑地打量着我 质问道 你笑什么 我让她回身看看 身后 几名警察已经朝着我们走来 于茜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只是诧异地望着我 你报警了 我举了举手机 上面的屏幕显示还在通话中 茜茜来的时候 我就给警局打了电话 刚才我们的对话 警察全程在监听 你和这俩老东西 绑架我女儿的事情 已经最正确凿 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吧 自投罗网 在从医院赶来的路上 我就已经报警 于茜敢让人跟踪赵燕 抢女儿来威胁我 自然得为她的行为 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 我若报警说 婆婆抢走孙女 警方那边只会认定为家庭纠纷 根本没有办法让于茜绳之以法 只有让于茜亲口说出 她绑架我女儿的事实 才能让她坐牢 活了两世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于茜 她的骄傲 她的自负 她对我的轻视 注定了她不会有好下场 警察亮出银色的镣铐 要将于茜带走 于茜吓疯了 磕磕绊绊的辩解 警察同志 是她诱导我的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警察严肃地看着她 于茜 在你家中 已经找到被你强行带走的 幼童张瑶瑶 于茜傻眼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警察的动作会如此迅速 我之所以跟于茜周旋 也是为了拖延时间 让警察能在最短时间内 找到女儿 将她营救出来 女儿是他们威胁 我最有力的筹码 找到的时候 我暗暗松了口气 不再跟于茜演戏 直接跟她摊牌一切 于茜煞时间面如死灰 她愣愣地看着我 随后开始癫狂地大喊 不 我不要坐牢 谁也没想到于茜会袭警 更没想到 她居然拿我当人质威胁警察 于茜拽起餐桌上的水果刀 抵在我的脖子上 我们两个人的距离太近 事发太突然 谁也没有反应过来 于茜情绪不太对 她冲着警察怒吼道 你们走开 离我远点 否则我杀了她 警察试图安抚于茜的情绪 尽量不刺激她 我不要坐牢 你们都给我滚 于茜挥舞着尖刀 示意警察后退 锋利的刀子划破了我的脖子 血珠瞬间渗出来 为了我的安全 警察不敢再动 大家都在劝说于茜 可是她的情绪已经崩塌 只想着挟持我逃出去 关键时刻 我突然问于茜 你最嫉妒的人不是赵燕 而是我对吧 于茜愣住了 傻傻盯着我 她不愿意被我看穿 她内心最卑微的一面 你胡说什么 我凭什么要嫉妒你 你最爱的老公 爱的人是我 你只是被我 耍得团团转的傻瓜 我需要嫉妒你什么 我镇定的笑出声 你嫉妒 我有疼爱我的父母 家庭和睦 不像你 从小就生活在 痛苦的原生家庭里 你爸出轨 每次他在外面 跟别的女人鬼混 你妈就打你发泄 把你当成出气筒 于茜 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可怜虫 你说的真彻底 于茜疯了 她气急败坏地冲着我大吼 你闭嘴 贱人 我让你闭嘴 场面极度混乱之时 我突然抬头看向前方 大喊了一句 亲亲妈 你怎么来了 于茜愣了一下 下意识抬头看去 趁着这个空档 跟我打配合的警察 立刻扑上来 将我拉了出来 于茜反应过来 还在拼死挣扎 啊 痛苦的尖叫声传来 于茜在跟警察扭打之时 她手里的尖刀 不小心捅到她肚子里 站在一旁被控制住的婆婆 看到这一幕 吓得脸色都白了 惊叫道 快叫救护车 我的大孙子不能有事 我来监狱探视张伟 同时还带来了我的律师 张伟透过玻璃窗 眼神很毒地盯着我 贱人 你还有脸来看我 我让律师提交了一份 离婚协议给张伟 签字吧 看到我递上去的协议 书 张伟狂笑出声 你想跟我离婚 还想分走我大部分的财产 做梦吧你 想离 我就偏偏不让你如愿 我抬眸审视着张伟 当初我怎么就眼瞎 没看出来眼前这人是人渣呢 我冷眼打量着张伟 言语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 给你离婚协议 只是走过流程 你若不同意 我随时可以起诉离婚 你出轨已经是事实 离婚已成定局 张伟怒了 他锤打着桌子 叫嚣着要杀了我 被预警阻止之后 他又改成了威胁 只要几个月的时间我就能出来 到时候看我杀不杀了你 我笑了 笑他太天真 你以为你干的那些事情 都没人知道吗 你想出来 十年后吧 张伟诧异地看着我 眼神里写满了难以置信 贱人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说 你藏在你爸书房里的优盘 我已经交给你们公司的陈总 刚刚站起来的张伟 瞬间跌坐在椅子上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他偷偷转移公司资产 同时还贪污了公司项目的工程款 在我递交上他犯罪证据后 他们公司已经决定对他出手 上千万的赃款 这么大的金额 足够让张伟在里面待十年 他想报复我 等十年后能找到我再说 张伟怕了 他开始哭泣 冲着我认错 对着我下跪求饶 老婆 我错了 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你何必对我赶尽杀绝 老婆 求你帮我 等我出来 我一定好好改过自新 刚才叫肖要杀了我 现在一口一个老婆的求我 他变脸的速度倒是挺快 只可惜 我早就看到了这渣男的本质 他痛哭流涕的模样 真是令人作呕 这破地方 我一分钟都不想待 留给渣男自己好好享受吧 协议留给你 签好了通知我 渣男还在苦苦哀求着我 不断叫着我的名字 我停下脚步 回身看去 他还以为我改主意了 满是欣喜地望着我 老婆 你想明白了 对不对 你要帮我了是吗 我冷冷一笑 我只是忘记告诉你一个消息 渣男愣了一下问 什么 我缓缓地开口说道 于剑怀孕了 是个男孩 真可惜 被他自己捅死了 张伟彻底疯了 如同发狂的畜生一般朝着我扑来 他忘记了 我们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 无论他怎么发狂 都没办法对我造成半点威胁 监牢的玻璃门将他同我隔开 他的下半生 注定要在牢里好好改造 为他犯下的挫颤悔 走出监狱 便看到我爸还有我的女儿 经过治疗 我爸的病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身体也在一天一天地恢复 女儿看见我 高兴地挥舞着双手 瑶瑶要抱抱 我俯下身 将女儿抱起 紧紧地搂在怀里 失而复得的惊喜 让我忍不住红了眼 我说过 我要护女儿周全 让她一世安康 我做到了 我爸见我红着眼 心疼坏了 女儿 现在事情都过去了 离了就好 别伤心 我摇了摇头 爸 我不伤心 我高兴呢 以后我们祖孙三人 快快乐乐地在一起生活 多好 重活一世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都安全地在我身边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值得我高兴的东西呢 现在 我连泪水都是快乐的 我发誓 于倩的犯罪情节比她还严重 直接判了12年 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 张伟的爸妈在法庭上昏厥了过去 她把心梗突发 从医院回家一周后就去世了 她妈虽然没死 可经受不住轮番打击 彻底疯了 经过法庭的裁决 我跟张伟成功离婚 女儿张瑶瑶的抚养权也判给了我 张伟的财产由于涉及到金融诈骗 全部被法院冻结查封 不过 这并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我从张家搬出来 住回了娘家 赵燕将我交托给他保管的80万 转回给了我 当初这笔钱 一部分是于倩涛的 一部分是从公婆的账户里赚出来的 跟张伟没有半点关系 有了这笔钱做保障 我的生活就轻松许多 我爸的身体一天天地康复 闲暇时候 他会帮我照顾女儿 每天接送他上下学 让我能够外出工作 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的工资并不高 可足够家庭的开销 最重要的是 公司离家近 能让我有更充分的时间 陪伴家人 虽然我经历了阴霾 可当乌云褪散 我的天空将是一片晴朗 未来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晚安